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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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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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立法委员就是民意啊 立法委员就是民意啊 立法委员就是老百姓选 选出来的结果就是民进党不到一半嘛 当然三党都不过半事实 可是最近一些法案就是蓝白合作嘛 就封杀 所以最近一些法案 民进党立党提的都被封杀掉 因为你不过半嘛 当然国民党跟民党党如果不合作分裂 比如说白的跟女的合作你还行 可是他不跟你合作 他跟蓝的合作等着输 那这也是事实嘛 人家要怎么合作是他的事情嘛 而这时候你要不要尊重 当然要尊重啊 因为立法委员就是老百姓选出来 他就立法权嘛 可是你把这跳过去 说哦 他们三党都不过半了 他们虽然合作了 也过半了 可是我有一件 我要输出民意 那老百姓的民意怎么说 老百姓的民意就是 他投你当总统嘛 他投某些人当立法委员 这是民意已经表达了 但是你的总统 我承认 我虽然40% 但是我有民意基础 我是总统 没问题 但是你呢 你选上 但是我 觉得有问题 我要输出民意 你当总统不用 已经选了不用输出民意 人家 立法委员选上 你还要输出老百姓的 选民的民意 人家民意 从你总统就已经行使过他的民意了 人家选国会议员 你也表达过了 结果选你的你算 而选人家的你觉得不算 你还要回去输出民意 那你 以此类推的话 那你总统以后 时政是不是 在野党 或者国会说 那不算 我要输出民意 那你总统选上了 可是你以后时政 我就要输出民意 那不是乱的套吗 总统我可以行使之决 但是国会 这个你不一定算 我还要输出老百姓 那老百姓你选吗 他是投票投了 国会议员啊 立法委员啊 就这个观念啊 这个很问题啊 就是投我的算 投你的不算 投我的 不用了 我就代表民意了 投你的 我还要再回去输出民意 这观念很严重啊 身为一国的总统啊 即使身兼 执政党的党魁啊 但终究应该以国家整体 权益的依规 而暂时放下自己属于政党的利益 应该是这样子吧 你若是党魁 你争取党的权益 天津地益嘛 或者你是党的干部 或者党的支持者 你就是 我一心一意要为那个党 没问题 总统不一样嘛 总统是国家的总统嘛 有没有说这个国家是某一个党 那就一党多大 那就专制了 那就不行了 换句话说 总统应该要有大一点的格局 高一点的眼光 广一点的包容 因为你总统啊 你不再是党魁了 看看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静德 在最新谈话中 在格局 眼光 包容 这些方面 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这边先念一下 他最新谈话 然后我们再来看网友的 我觉得比较理性啊 看看怎么看啊 这是5月4号 就今天了啊 标题是 依法院法案啊 接连遭蓝牌封杀 这事实嘛 那依法文当然可以啊 我投票赞成不赞成 他是民选的啊 他要赞成他的权利啊 他不赞成他的权利啊 你不能说你违反民意 他就是民意选出来的啊 你不能说 跟我想法一样 就是民意 你也是老百姓选出来 但是跟我一样 意见不一样 你就是违反民意 那 那就太穿越了吧 那就乱了套了吧 在京德说 有民意当后盾 民进党国会没有过班 就不是问题 但是 在他的观念里面 民意有两个啊 一个就是老百姓啊 投票人 那当然是民意 可是你平常 这些人 老百姓平常讲不了话嘛 他唯一讲话就是投票嘛 那投票已经结果出来了 立法委员都选出来了 那当然是民意 他是代表 代表民众嘛 因为民众已经投票了 但是在他的观念里面 哦 投票了 没有 没有过 我要输出民意 那人家就已经代表民意 那怎么叫输出民意 那你总统是不是做以后事情 他再也讲说我要输出民意 那你会接受吗 你如果要人家接受这样子 那人家如果怀疑你 认为你做的不见得符合民意 我要再去输出民意 那你会接受吗 你大概气得要死吧 这个意思啊 所以他说有民意当后盾 民进党国会 就没有过半就不是问题 那什么叫民意啊 民意当时民意 当时国会议员嘛 他已经选出来了嘛 那把百姓投票了嘛 那投票你就要跟立法委员合作嘛 尽量争取他的支持 你怎么要回过头 再去争取老百姓 那老百姓你现在只能民调啊 可是民调有没有法律依据啊 法律依据就是人家投票了嘛 投票了还不算 还要这些输出民意 那你自己要不要 也每一次施政 重大执政 就要回去 再做民调 再去争取老百姓 再去调查 有没有民意 那这什么事都不要做 这个这观念很糟糕啊 但是这整篇是写的 这个演讲还好 因为这个当时幕僚写吧 我们先看这个 快点念一下 总统当选人啊 赖信德今天上午初期 行动创新AI内阁 撤离 勉励新内阁成员倾听民意 最大的权力就是服务 幕僚人应该要有羊群的味道 他说 立法院啊 三党不过半 势必会有更多的折腾 但如果做得好 每个政策都切合民心 当民意成为后盾 他相信三党不过半 民进党在国会没过半 就不再是个问题 当然这样讲也没错了 赖信德说 行动创新 AI内阁 就是人工智慧嘛 策定是为520之后的工作做最好的准备 相信大家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愿意共同承担责任 尤其是不位于立法院三党不过半的勇气 更是令人钦佩 内定行政院长竹龙泰 特别描述内阁的特性 他深有同感 新政府的内阁阁员有超过一半以上是五党级 当然这样也不错嘛 这表示是跟社会取材不分党派 新的阁员超过80% 这新的啦 新人有80%也不错嘛 换换人做做看嘛 代表希望为台湾的社会注入更多 更有利益 这看起来都没问题吧 那记者提到 有些阁员在专业领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包括而且位居高位 本来是可能企业界要哪里 本来薪水也高啊 位置也高 这是享受生活的时候 但愿意放下享受 承担责任 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林家荣 转任外交部长 国安会秘书长顾玉雄接任国防部长 金正任秘书长李孟一样接任交通部 可以看出哪一位阁员 因为为了更好的台湾放下小我 这一段看起来也是明白 但是也是蛮恶心的 他就跟你当皇帝 我责任好大 我压力好大 我没有私人空间 我真的不想当皇帝人 那听不下去嘛 还说我当部长 我当院长 我这个很难过啊 我没有 钱也变少了 这个这个也没家人啊 没知识 那就不要当了 那就不要当了 我们一般就说 你当大官还不好吗 当大官是得了便宜卖官 当了大官还说 哎呀我牺牲一大堆了 那你可以不要去啊 那我也想去当大官啊 所以 看起来是好听 但是听起来是蛮恶心啊 赖基德感谢卓荣泰 在非常短的时间召集 为新政府下了一个 很好定位 就是行动创新内阁 他起初三点看法 跟新革人一起研究 第一个就是 落实国家希望工程 均衡台湾建设计划的 竞选政见 将台湾打造成民主和平 创新繁荣 公益永续的台湾 只要人人有希望 这国家才有希望 也期待经由大家努力啊 中央跟地方合作 让每个县市都能合作 未来台湾可以处处安居 人可以乐业 在竞选期间啊 在野党 互选人所提出的政见 如果评估对国家社会人民 有一言加纳入法 推动计划 还有目前政党 都提出各自的主张 如果大家共识 对国家社会有利的 可以优先来做 这国家无疑有没有共识 就暂时各自一边 对国家有利还没有完全共识的政党 执政党责无旁贷 进行沟通协调 让这个政策更落实 那这边我必须有一句话讲啊 说得好 但是呢是作文 作文嘛 小先作文啊 宇宙和平啊 世界和平啊 夜不庇护啊 天下围攻啊 作文一定讲好的嘛 但是听起源关系性 这些讲起来官免长好听啊 但是有没有做 那你现在就已经 这边讲的好听啊 可是你现在实际上 立法院你就已经绿了 你们不过半 就已经跟人家蓝白打得要死 你这边讲的多好听啊 要多合作啊 要多请议啊 跟在野党请议啊 这边讲的好听 那边立法院打了你死我活 这两个字啊 恶心啊 第二 请行政院发挥团队精神啊 来信者 你用生活去啊 能用重力 则无敌 听一下 能用重制 则无为胜人 这句话充分 做出重制成全的精神 更何况台湾面临各种挑战 没有一个单纯的部位可以解决 要充分具有调略精神 话不会写下 这样讲也没什么问题嘛 也蛮好的嘛 第三 倾听民意啊 发挥专业 全力以赴我来信者语用啊 教终方济哥的一段话 所以这边我就看不下去了 倾听民意一定对吗 发挥专业 你找一个文职人 你当国防部长 不是说文人不能当国防部长 就是说 军人干政 军人嚣张跋扈 军人喜欢打仗 那你派个文人去治他 合理 这也没有嘛 这军人根本也不可能叛变嘛 也不可能军人独大 你找一个 问题是你管不住嘛 你找一个 没当过一点警察 去当警战事长 行嘛 你找一个跟海洋 跟海巡 跟自然没有关系 去当海洋部长 还要管海军会适合嘛 你找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没当过军官 可能有扶过兵 这是 你军中将领你不好管嘛 这就怎么叫发挥专业 里面还是很多灭专业的嘛 他表示啊 执政拥有权利者 要跟人民在一起 没有一个牧羊人身上 没有羊群的味道 执政者也必须如此啊 倾听民意 跟人民站在一起 了解民意需求 才有更多人民支持啊 当然 写这样写是没错啦 那记得说 每个阁源都是一选之选 请大家 发挥专业啊 该提出新的政策啊 就提出新的 啊 每个阁源都是一选之选 我怎么看就不是每个 你说有些阁源不错 是可以的 每个阁源都一选之选 你找一个 跟军方根本不搭嘎的当国防部长 你搞一个跟海洋 跟海运组完全没关系的 去做这些 那这个也叫一选之选嘛 就是类似这种的 哎呀这怎么办 爱琴德表示啊 立法院虽然三长不过半啊 势力会有更多的折腾 但是由立法院党团做后盾啊 这事情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造 这个人的真意性太大了 你先怎么搞都可以了 现在三长不过半 他就把人家骂的臭臭 那这个人完全不民主嘛 就说我当家做主可以了 请党太平 我现在没有大家做主 我就不高兴了 你做什么都错了 这个人的真意性太大了 干事长 这个人也是真意性很大 大家都团队 重要的是 如果做得好 每一个政策都切合民心 把民意成为后阵 三长不过半 民进党在国会没有过半 就不是问题了 这样看起来四平八稳 但是仔细思考 问题很多 有时候话好听 我们说讲话好听 第一个你是不是这样做 如果不是 那就糟糕 第二个就是 你背后的想法 其实可能有问题 这当然需要脑筋聪明一点 比较有智慧才看一下 我们看看网友的一些 女性留言 因为这篇后面的网友 留言蛮多的 但是有些是谩骂 人身攻击 不雅之眼 都拿西城 就不要看 这雅虎也是很糟糕 有的人 你说一天你发个五折就够了 有的人一天给你发几十折 他给你洗版 乱写 这个 身子气都穿 雅虎 雅虎是没有大人 雅虎新闻没有大人 没有人在管 你谁要乱写 你写多少篇 都没人在管 所以雅虎当时有新闻平台 但也必须要看 没错 可是留言的这一部分 太糟糕了 没有人在管 雅虎太糟糕了 但是还是有些很多人还是比较理性 我们就挑一些比较理性 有些很多这种 大概有一半 就是谩骂 人身攻击 不雅之眼 东拉西城 有一半 这个浪费时间 没有人在管 我就挑了一些 觉得比较理性留言 就没有这些情况 谁留言代号就不管了 就是看看网友的想法 大部分是有意见 但有一些有支持 谁都有言论自由 尊重 有一些 非常期待新版的行动创新AI 底面线 当然也是讽刺他 60%不支持赖清德当总统 是空话还是在作文 520后见张座 听其言关其心 还是我感觉良好没救 意思啊 像这几个意思 就是说 你事实上 第一个 你是当总统 这绝对是事实 你有行政权 没有人可以否认 但是 你没有过半 也是事实嘛 你就低调一点 你就是多跟 民意 跟那个战亿党 多合作 这样子比较对嘛 然后立法院 你也没有过半 这也是事实嘛 你要跟人家合作 不是跟人家厮杀嘛 你说 以前我是超过一半 我要案子怎么过 那是你的事情 你有这个权利嘛 那是已经八年 老百姓看不下去了 那你现在终于不到 没有过半了嘛 那老百姓已经用投票选择了嘛 那这时候没有过半 你就要新的法案 你就要跟过半的 那两个党去协调嘛 就说 我好的案子 人家也会同意嘛 你的案子不好 人家当然否定嘛 那你怎么按时不好 人家否定你还骂人家 你还诉诸民意 那什么叫民意 人家票已经投出来了嘛 那你这时候应该是说 我有我的法案 但你有意见 你告诉我 你们蓝白告诉我 哪个意见 我没有修改 就在这方面 而不是说 哦 我急着法案 你们不过 我糟糕哦 我要诉诸民意哦 这很糟糕 这整个观念就很糟糕嘛 立法院通过了议案 行政院不遵守实施 难道是要做专制的政府吗 他是指电价嘛 立法院说 应该经过立法院同意 因为涉及到民生嘛 立法院就不管 行政院说 我这是要涨价 立法院就不高兴了 那你可以沟通一下嘛 不沟通我就要做 40%代表民意嘛 因为他只有得到40%嘛 国会就是民意嘛 他本来就是民意嘛 那老百姓已经投票了 在这一任内就是投票嘛 就像选你当中就是四年 那有没有说 我再投一次 再投第二次第三次 时常举行民调 我再来看你总统做好不好 那没有了嘛 这四年就是你当家做主了 国会也是嘛 这四年就是国会议了 你怎么再去诉诸民意 这观念很糟糕啊 而总统当选不是绝对多数 只相对多数 该尊重再也多数 而总统立委民意 都不过半 这是一个事实嘛 而人家已经承认你总统的权利了嘛 那你怎么不承认人家 民意代表的权利啊 哦 我不过半可以 你不过半不行 我不过半不用诉诸民意 你不过半要诉诸民意 你这是什么话嘛 所以注定是一个小政府啊 不承认才是一个混乱的开始 这是你要承认嘛 低调嘛 有妥协嘛 而不是说你就要同意我 不同意我 我就要诉诸民意 怎么诉诸嘛 执政八年呢 不好好检讨 为什么你们不会过半 就做得不好才会这样子 做得好你就继续过半 一个指控 另外一个是 如果有民意当做后盾 那难道还会发生总统票数不过半吗 也许是不过半吗 这是民意 主流民意没有选拟嘛 当然一定有人选拟嘛 倾听民意啊 都不跟代表民意的立法人沟通 怎么叫倾听民意 那民意 立法人是民意选出来的 你也不断沟通 过法案是要厮杀 对战 然后被封杀了 还要怪人家 还要诉诸民意 那人家就是民意选出来的嘛 难道选第二次啊 没有过你的法案就要重选了 过你法案就不要重选了 为什么本来过半 现在没有过半 你自己心里没有个数吗 只能说幕僚很会写啊 讲的头头是道 立法院不就是民意机关吗 民意就动脏就是电价啊 如果类似都有民意基础 得票率会只有40%嘛 讲到民意 那以前好像忘了他只有40% 就是28% 就是在总统大选之前 啊民调 他曾经这28% 而且重点是说 本来你非常有可能选不上总统 很简单嘛 蓝白和你就没有你了嘛 那是蓝白破嘛 蓝白破当然怪国民党 怪柯文学嘛 你们没有合作嘛 但是一般的看法就是 你们两个合作 大概不管是蓝的当总统候选人 白的 大概就选上了 所以你蓝信德就说 重点是说 不是因为喜欢你蓝信德 在你现场中的 而是因为蓝白和没有合作 所以造就了你 这是事实嘛 你要认清这个情况嘛 就是说你的民意没那么多 是人家不合作 就像是两个篮球队打 不是你比他强啊 是人家里面人家内部在吵架 或有人受伤啊 有人没参加你赢的 你是赢的 没错啊 可是你不是实力强 而是人家出洞况 之前预期预求啊 那要对嘛 要回复正常 立法院不就是人民赋予的权利吗 如果不理立法院决定 岂不就是跟民意相悖而行吗 若是如此还叫民主 就是没有民意才不过半 8年呢 该过的改革法案都不过 只过了一些预算案 尤其是那个特别预算 那太糟糕了 公务单位合并啊 减少公务员支出 减少支出 减少这些 这就是爱民的行为 但没有知道 都看不到 结果单位越来越多 你们玩40%名义 这个写错啊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40%名义会大于玩个60吗 全市政策你做了什么 过去8年做了什么 有 让人民更难过 民进党靠南部选票 才能大胜 大选胜出 民进党在台湾 这是一个区域政党 希望民进党政府 不要停电 不要涨店家 老百姓的心声 那有钱人没差 有些人说 一个月我家里店 不就算多个5000 我不在乎啊 多个5万都不在乎 可是 多数人 比较没什么钱 有多数人的心态 就不要停电 不要涨店价 不要万物 店价是一回事啊 可是店价涨了 大家都跟着涨 物价 你说房价涨 没关系啊 我不买房子 不行啊 房价涨 店主就涨 店主涨 你说卖东西啊 餐饮店啊 餐厅啊 他就涨嘛 我不买房子啊 可是我吃东西就贵啊 买衣服就贵啊 因为房不涨 所以他会连锁反应嘛 不要万物其掌 不要薪水不涨 问题是每次投票都输 民意在哪里 他使得是最近 立法院啊 几个法案啊 民意党的都输嘛 就 蓝白合作嘛 再怎样都比以前 议党 多大 实际上难探 好得太多啊 大家好得太多啊 民意就是不让你们过半 才不会 让你为首预言嘛 我强烈不期待政府 与立法院议党独在啊 当 不要议党独大是 怎么讲 应该都比较好嘛 因为议党独大就为所欲为嘛 国境中外都这样子嘛 而过去国民党是 罔顾民意啊 现今民进党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要立法院出现拒衡 这张对方 相互拒衡嘛 check and balance 为何不想一想 民进党的提案 如果是为老百姓着想 那极案被否决就不应该 而如果不是这样子 那要改进就是原地位嘛 因为你提的案 如果真的好 蓝跟白要封杀你 他也会被他的选民骂臭头嘛 可是像一般选民 也没有骂蓝白骂臭头 大部分反正 哎不错啊 封杀的好啊 这是人民啊 不再让民进党 一党决定国家走向 不就是民意吗 老百姓用投票解决啊 决定啊 老百姓选你赖心得 不管你几趴 你就总统啊 没有人会否认啊 但是 人家也选出立法委 你也要尊重人家 你要人家尊重你 你要尊重人家 你选的 没问题 人家选的 有问题 那是什么话 蓝整总统还是好好想想人民 心里要想着什么 做出成绩啊 不要还是口号拒火啊 不然你的未来司令很难过 而现在的问题是民进党执政 都在服务财团 所以以前嘛 为什么不选国民党 你现在国民党就服务财团嘛 还有就是亲共嘛 一般人就不选嘛 可是民进党是不会亲共嘛 可是你也在服务财团嘛 一开始劳工是我心中的一块 结果选上来后就服务财团嘛 请问这跟过去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呢 民党终于尝到其余啊 立法委员嚣张的恶果 就是要相互制衡啊 才不会总统立法委员 你这样亲一党得大 蔡英文执政八年 有在乎民意吗 他说以前公投嘛 公投是不能随便弄啊 这是公投 就是至少有法律的位坚嘛 也许甚至高一点嘛 你修法都还要依据公投 公投是全民意志的转现 就公投过了 民党不理 真是不理 你有承诺过60%的民意 不支持你吗 你依照宪法规定下当选总统 有接触过战业党吗 你有争论过人家吗 行动比空话来的重要 人民都眼睛在看 你对目前台南议长 买票 司法处理 还有一些赖皮 这些事情你满意吗 你知道大多数民意很不爽吗 这时候故意强调 你就强调一直遭 蓝白否刑啊 立法院被否刑 那过去八年来都没有人强调 就是绿色 绿色全部光 有没有不急啊 一个说哈哈民意啊 当初公投啊 都过了嘛 重启核资啊 公投通过 当然那时候不是来信德 明明呢 执政你也不管了 你还是要配合啊 就违反公投啊 长店家应该是要检讨政策 跟店家财务嘛 而店家当然该长就长 可是你合不合理嘛 就像太太小孩花很多钱 有钱该花 可是你如果是乱买东西 要检讨吧 那你 像店家就成本很高 但是有更便宜的 你为什么不考虑 至于安不安全 有国际大公司嘛 有代言是去评估嘛 而你不检讨政策 你只是要要店家 要找 而且店家 这事不贪污到很难讲啊 但是这种东西很复杂 蓝白符合民意所求自己的家人 而新政府内阁的人超过一半以上是武党籍 表示啊 跟社会取材 不分党派 那根本就是你民党找不出人才嘛 不得不畏 也对外取材 当然这个很难讲啊 就是很多不是执政党的也没错啊 当然也可以说啊 你的人才不够啊 这就很难讲 己身不正 何以证人 你自己都不证啊 就指那个家里违贱 一般违贱 你也猜了人家不少啊 你猜了人家不讲话 现在你也违贱人家猜你讲一大堆话 那被你拆掉了要怎么办 作何关系 所以这边有很多问题啊 就是说从这一集看 虽然他这个演书啊 这个讲话啊 文稿看起来四平八文也不错 但是字里行间啊 可以透露出基本的观念啊 基本的心态 有些问题啊 但是本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人没有什么问题 但观念有时候出问题啊 或者 也许他本身还好 但是执政党包裹啊 他里面有些问题啊 不管啊 就是从他这个谈话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些观念啊 是有些问题啊 就是 我们有言论自由吗 可以批评吗 可以质疑啊 只要 有道理 我们把理由 不一定我们讲的有道理 就我们把我们的道理讲出来 而且不是谩骂啊 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理由 我可以质疑你嘛 立法文可以监督你嘛 媒体也可以监督你嘛 然后我们个人也可以表达言论自由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网友看起来也是这样的 你某些方面你的观念有问题啊 那你还没叫总统 当总统以后 有些东西 有道理的 不是只会讲 要去做 不要说嘴巴讲的都好听 做的又不 嘴巴说啊 我要跟在野党合作 那结果立法院法案杀了你 是我 那没有用啊 他的有些观念是有问题的啊 就希望他改进啊 这一集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